阿姨 游戚 你怎么就这样丢下额娘走了 要不是有免疫 你还额娘 额娘 额娘真的撑不下去了 都怪额娘不好 是额娘之物 无事在你身边这么久 额娘竟然没有察觉异样 你放心好了 额娘 一定会查出真相 还你和你皇额娘亲吧 你安心地去吧 啊 我 娘娘 您这都跪了一晚上了 再怎么跪下去 人会熬不住的 那好歹您喝点水 奴婢给您熬点粥去 岳飞娘娘 皇上说了 若是为奕昆公娘娘来求情的话 那就不必了 荣沛 奴婢在 奴婢在 娘娘怎么了 扶我起来 是 慢点 去衣柜那儿 是 把衣柜打开 把衣柜打开 娘娘这是要做什么 你还没回去 臣妾 臣妾有事恳求皇上 都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要替如意求情 那夫人是姐姐唯一的至亲 如今忧伤临时 后世无人看管 臣妾恳求皇上 准许臣妾去奕昆公见姐姐一面 就当是 问一问姐姐对那夫人后世的安排 臣已经许了那夫人后葬了 皇上既然已经后葬了那夫人 可见 也视她为至亲 臣妾恳求皇上成全 见完了 立刻去圆圆 皇上 臣妾谢过皇上 姐姐 皇上要我立刻去圆明园 为永齐主持后面铸岛的事 你也帮我给永齐每日都上主香 我会的 娘娘 该吃药了 一会儿一会儿 十二阿哥姐姐也不必太担心 皇上留了她在协方殿里 荣妾也会帮我多加看顾的 胡云角的事你查得怎么样了 自从姐姐交代之后 我便让人在永齐府里一一盘问 这说来也奇怪 胡云角自从到了永齐府邸之后 从来就没有回娘家醒过亲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 除了偶尔来我这离秦安之外 都跟永齐呆在一块儿 也看不出来会受谁指使 她跟你秦安的时候又何一样呢 她的话不多 平日里在我这儿也是待一会儿就走了 不过我听下人们说 好像她每场进宫一待就是大半日 会不会是去御花园闲逛了 还是做了什么事 姐姐 你怎么磕成这样呢 吃药吧 无法 那她和永齐在一块儿的时候如何 她和永齐平日在一块儿挺好的 不过有一件事说来我就生气 她跟福晋在一块儿的时候 总是热水沐浴 但是偏偏和胡云角在一块儿时 胡云角总纵着永齐的脾气 让她冷水沐浴 衣着担保 甚至有的时候 还跟她一起共食寒粮之物 永齐的身子 哪能这样受寒 劳累 她这样伺候永齐 不就是要她的命吗 我在派人查胡云角遗物的时候 还在她房中的首饰盒底下 她翻倒了这个 什么药方藏得这么仔细 这上头也没有姓名 看着倒是有些年头 我觉得有些奇怪 便拿来给姐姐瞧瞧 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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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圆明园之前 让江雨斌 细查 胡云角留下来的东西 一个都不要动 仔细查一查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姐姐放心好了 我会找人办妥的 除了再查胡云角的事 有几件事 你得去办一办 姐姐吩咐下来 我一定仔细去办 我一定仔细去办 一直这么渴吗 好 好 好 主 主 按照您的吩咐 给十二阿哥送去了 入下要用的东西 于飞传了 易昆公娘娘的话来 你赶快去祈福寺 找到我们的族人 让他们转告阿爹 按照信上所写 找到发配边地的这个人 是 给额娘请安 快起来吧 谢额娘 额娘 这些都是胡适留下的遗物 好好照顾自己 快回去吧 二臣先告退了 李渔 胡尹角的遗物 都要仔细一一彻查 是 是 还有 往来圆明园跟紫禁城之间 传递消息的事 全麻烦你了 奴才人在圆明园 但徒弟们都在紫禁城呢 一定办好差事 皇上 于妃娘娘去圆明园前帝化过来 她去易昆宫看了娘娘 见娘娘伤心抱病 想恳请您 允许太医进去医治 她什么病长 娘娘接连丧子丧母 自然心欲难解 这得让太医看了之后才知道 皇上不会 连太医都不许去看吧 怎么会 朕已经许了 吴朗那拉氏夫人厚葬 让太医给她瞧瞧 也是无妨 那也得派个可靠的太医 别让什么人混进去 害了娘娘 皇上 那奴婢就安排江太医 去医空宫吧 好 于妃她交给你的药方子 查得如何了 韦姐已经查验过了 自己是包太医的 包太医 卫生怕不妥 还专门拿了包太医 以前写的卖案来对比 医确认不误 可这包太医 从未去过荣卿王府医治 为这男的药方子去试探他 她却装作全然不治 都在医素来给魏燕丸医治 胡云娇和魏燕丸有干系 也不意外 方子治什么呢 是一种极罕见的血液之症 得了这种病症的 都难以医治 人也活不过壮年 这方子上 竟是一些一般人 都用不清的名贵药材 也只能调命而已 难道胡云娇得了这种病症 魏燕丸利用这个方子 指使胡云娇 妖珠本空不放 为朕还有一事禀报 于飞娘娘拿来了几件 胡哥哥的遗物 其中有一样不妥 为朕带来来给您看看 这是容卿王附近 从容卿王床头的梯子里找到的 是胡哥哥的东西 一个用完的香粉盒 微臣查阳过里面的粉末 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物 如果用在外床伤口上 只需一点就能致命 外床伤口 外床伤口 那时候永齐的复古剧已经溃了 难道这是胡云娇 用在永齐身上的 永齐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 可是容卿王洪世世人 为朕在侧 容卿王并无中毒迹象 平白无故的 谁会放这些东西在永齐的床头啊 歇息想来 胡云角速日对永齐的举动 也像是虚意地加强了永齐的病症 为朕查阳光 这个东西只有内庭在用 内庭 内庭 胡云娇时常到宫里给海岚请安 但汪汪坐坐便走 倒是在宫里会待上半日 原来他在宫里真的跟人有亡了 他们针对的不只是我 还有勇气 或许还会有勇气 娘娘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娘娘 让卫生给您看看吧 来 这 什么 什么 有话便说 娘娘 可及沉重 已经出了费力 成了脑症 这病 极其凶险 无比得好好医治 有多凶险 你就告诉我 我还能活多久 娘娘 这病得安心静养 不可再劳心非诚 您放心 我将一病 一定凭得毕生所需为您医治 你 到底还能活多久 也就 也就三四个月吧 也就不叫你 快速回来 你快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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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务必要做的事 如果你真的是对我用心 就按我吩咐地做 娘娘放心 为朕一定尽力 永远 帮娘娘调出今生 好 你们两个 都不准对旁人说我的病症 只却告诉他们 我是伤心保病 我们下期待 都是目前年 你不是和朕 我们下期待 永远 这